這棒帶到了左半邊方向 非常的深遠 兩位野手都過去看著球出牆啦 GO 范國城本季的第五發全雷打 這也是他生涯打王耀玲的第二紅 全雷打是棒球場上最快的得分方法 不怕你這樣在五局上半 今天隊長真的不讓了以身作則 這一發兩分砲也讓雙方的戰局改寫為了6比3 這裡感覺上兩次的揮擊 不管是往左半邊或是中外的方向 他的擊球的感覺都相當好 這一球一扛出去 郭天馨跟林孝成只能當海警第一排的觀眾 前面一顆球已經錯過了 沒想到第二顆失球的誘了 所以對打者來講的話 當然不能再放過第二顆失頭球 這個飛行距離接近是4 不錯 這一棒出去 劉基鴻本賽季的第十轟 真的複製了范國城的打擊結果 5比6 這也是基鴻在職業生涯第一個十轟的賽季 在滿球速要搶好球的情況之下 一棒被炸裂了 今年球季的第十發全雷打 今天分數都是靠他一個人打回來的 不管是高分犧牲打 或者是一臉安打或是全雷打 今天的攻擊表現確實很好 被我們一開始鐵嘴說中了 如果要得分的話就是要打HOME RUN 真的是扎扎實實 所以其實就是又是壞球走在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記得幫我點一下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喔